喝,我鼻炎都犯了,现在 同志们,那么上一次韭菜熟成大成功之后 我就跟大家说要搞一块更狠的 这期呢,咱们这个王志和臭豆腐版的熟成牛排就来了 那这个可能北方小伙伴对这个王志和臭豆腐可能更了解一些 就是南方小伙伴可能就是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肯定应该是听说过 那这个东西喜不喜欢吃或者吃没吃过啊 可以弹幕打出来告诉我啊 反正我是挺喜欢吃的 据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大香哥也喜欢吃 所以我上一期我才说做一次给大香哥尝一尝啊 当然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以后才能给人吃啊 好,那我们就开杆 这就是王志和的臭豆腐乳啊 它是软的啊 你看我用筷子我一夹就能把它夹开 我也挺长时间没吃了,这味儿 哎呦 也,哎呦 嗯,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的天 就我这说实话是爱吃这个东西的啦 我以前经常是馒头直接掰开夹一块吃 但是今天这么多块这个也属于是超普和辣啊 确实有点受不了 到底能给这个肉带来什么样的风味 不好说,拭目以待吧 这个东西,等于说这个臭豆腐乳啊 咱们是要抹在那个整个这块牛肉的外边是吧 所以我可能是要把它打成这个打成酱啊 打成酱有点像那种花生酱那种感觉 哎呦,但是你还别说这么多年了啊 试试东西 头一次觉得辣眼睛啊,同学们 真的不是,这我不是眼的啊 同学们,我就我现在这鼻子我就不说了 我鼻咽都犯了,现在 今天准备的呢,还是一块骨四眼肉啊 大家看这块呢,是冰鲜的一整块大的啊 三公斤多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全部拿来做这个臭豆腐乳啊 我们把它切成四份 形成这一份呢,我们做臭豆腐乳 另外一个既然是王志和的这个 咱们说王志和版本的啊 我把王志和的这个腐乳啊,就红色那个腐乳买了一块 我们也做一下测试 剩下的一半呢,切成两份 我们再把那个韭菜熟成啊 我们再测试一遍 看到底是一个意外还是确实是有这个味道啊 好,这次咱们还是用上次视频里咱们用过的那个熟成膜啊 还是励志于让它能够成功啊 好了,同志们 这块王志和臭豆腐版的就做完了啊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块腐乳版的 那这个呢,我现在拿起来像一个什么东西啊 有点像那个皮蛋巢的那种感觉 哎呀 还行啊,赶快进冰箱 进冰箱 哎,这个红色的腐乳啊,咱们还是刚才一样啊 把它碾碎 不过这个,说实话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味道看起来就哎呀 舒服多了啊,正常多了啊 这个豆腐乳和这个臭豆腐来的知道非常咸啊 呃,能产生多大说声效果这个很难说 嗯,不过从我这个拿韭菜做的这么一个这个这次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 呃,这些自带这个味道的尤其像这种本身它就是发酵物的这个东西啊 嗯,应该是能给肉提供一些很特殊的这个风味 所以我才这次说拿出来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实验啊 做一个实验 万一要是好吃的话 应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是吧 嗯。。。 好了同成们,那14天过去了啊 这两块牛排那就熟成好了就再多我也不敢做了啊 比 эфф эфф欸 end上又说一下状态 那现在这个我拿着臭豆腐版的 случае看一下表面干化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但是呢,我摁了一下这个臭豆腐外边这个壳啊 还是软的 所以这块肉到底什么样我不知道 希望能吃 另外这个俘虏的呢 摁了一下这个壳是硬的 基本上还是OK 当然本身俘虏它这个我们做的时候 我买那个俘虏就比较干 我闻一闻呢 臭豆腐那个味道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要是没吃过这个东西 或者我喜欢吃这个一个什么表现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来 准备好了吗 香吗 这个东西闻着臭吃着香 知道吧 就这么多说吧 不骗我啊 我早上看到这两个东西我都没吃过 太好了 那你看你直接跳过了 这些牛排 牛排满了 不行我现在切开 看看里边什么样 没坏 哇 同志们 这个颜色还出奇的好 你说这个东西奇不奇怪 这是臭豆腐啊 非常明显的臭豆腐一个壳 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料就已经非常薄了 非常薄了 所以它这个红色呢就露出来了 熟成的这个感觉非常好 肉呢 你看肉非常软了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好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次这个熟成的很很有意思 一共只有14天 但这块肉现在给我的感觉呢 倒像是21天或者35天的熟成感觉 不管从嫩度颜色上来说 都是这种感觉 非常有意思啊 你看你看 那位同志们 嘿嘿嘿嘿嘿 好同志们啊 那这是那块腐乳的 那看这个眼肉心这个位置呢 颜色会比眼肉霉这个地方 稍微淡一些 眼肉霉这个地方 你看是这种 真的是那种紫红色的感觉啊 那这块肉闻起来的这个味道 我相信95%的人都能接受了 因为它现在其实闻起来这种 很浓的酒香气非常的香啊 开做了啊 你这不加不加盐 直接散黑胡椒啊 你知道为啥吗 为啥 我不知道 这以前不是有加的吗 这个部里省了 因为臭豆腐很咸 是那种齁咸齁咸的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再加盐的话 担心这个牛排太咸 我们现在按照顺序呢 先做的这个臭豆腐版的啊 尝一尝啊 来吧 我先吃还是你先吃啊 一起吃吧 好吧 我本来想说我先干为净了 就一起来走一个 享受不了美味的人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肉现在吃起来 什么感觉呢 就王志和臭豆腐什么感觉 这个肉什么感觉 就是王志和臭豆腐 我第一次知道 这是臭豆腐的味道 第一次进我嘴巴里 还好没放盐 一点盐没加这个肉抠咸 然后我刚才尝的是眼肉煤 我尝着眼肉鲜这个位置啊 眼肉鲜好一点你尝一尝 我不骗你尝一尝 咦 眼肉鲜 眼肉鲜没有那个 我不是小块的这个 就这个 好吃吗 我咽下去了 哎呦我这好咸 太咸了我这东西同时吗 还行 就我感觉还行 嗯 我觉得我也咸还行 就幸福你没放盐 对就是要再放盐的话 这块肉彻底完了 那现在这个东西想 嗯总结一下 就是块臭豆腐 就是肉牛肉做的臭豆腐 就带这个感觉 就臭豆腐王志和那个臭豆腐 完全一个味道 不管从你的鼻子 你传出来这个这个气味 还是吃起来这个这个味道 就是王志和臭豆腐 这玩意儿作为牛排 那是肯定不行了 可能可能在那个就是腌制 或者是在前期熟成功当中 把那个调料的那个那个量 可能再重新重新控制一下 对 就这个豆腐乳这个 就是臭豆腐这一层啊 要很薄很薄的抹一点 但是其实这样看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这块肉没有必要 就是 嗯 我我喜欢吃臭豆腐 我觉得呢 ok 吃起来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那俊荣他不没吃过的 他根本不喜欢 根本吃不了这个王志和的话 这块肉 咽下去一块了 咽下去一块 但是一口一口一口 还真怀疑人生是吧 那种感觉 呃他倒不是臭 倒不是臭 嗯 但是就是嚼着嚼着就有一个味道 那个味道让我有点没法接受 我给大家这个翻译一下哈 就是臭 哈哈哈 行 我们接下来吃腐乳了啊 好了 好同志们 那现在呢这个是那块腐乳版的 腐乳版的我认为呢 上面带着很强的那个 我刚才说酒味 其实这个酒糟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应该俊荣是能吃得了的 先吃中间的 因为我觉得两边的怕它咸主要是 我还ok 我就怕你觉得太咸 嗯 这块腐乳的我认为大部分能接受 但是还是一个问题 它不是牛排 对吧 不是牛排 像熏肉 嗯 这个东西像像熏肉 就是火腿的感觉 也就是说 嗯 嗯 我刚才呢 不应该切这么厚的这个条 我应该把它切成片 切成薄薄的片 这个时候你再这样吃 哎 就会觉得很合理啊 嗯 就是吃了 就是吃了 很强的那个 煮乳的那个酒糟味啊 就有点像酒香味的感觉 很好吃 这个还是脆的 非常非常的脆 但是呢 不是说咬不动的 嗯 嗯 这么厚的一块的话 你这样 大家看一下啊 这么厚 一掰 它就直接从中间这样断开了 里边这个肉 一条一条一缕一缕的 你看 就是 这个颜色就是火腿 就是火腿 就是这块牛排 变成了一块火腿 你说这个东西神不神奇 好 小伙伴们啊 咱们这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差不多啊 这个还不错 这次应该做了个实验吧 也不小心居然把这个牛排做成了这个火腿的感觉 挺神奇的 熊熊龙你觉得 我在评论区已经看到了好多人在说了 下一期 折尔根 鱼心草 香菜 那你们就想招死搞就对了 对 那你想 你看你想来点什么呢 呃 折尔根我之前是真没试过 因为我看到美南有一个东西很像折尔根 就是当时老人家会拿那个做凉茶给我们喝 然后我是挺好奇的东西的 没有试过这个味道 可以试一下 好 同志们 同志们啊 这个 我作死啊 下一期给我们俊龙老弟安排什么东西 咱们这个投票啊弹幕告诉我 咱们就整起来 你们说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们说什么 什么东西我们都敢吃 臭豆腐肉我们都敢吃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吃不下的 整 好 这期就到这了